兩名白衣男趴地上倒臥卸迫中 另一名黑衣男頭朝天 眼睛睜開死狀淒慘 凶殺案發生在28號晚間 柬埔寨首度金邊一處豪華公寓內 驚悚照片在網路上瘋傳 三名死者全部都是台南人 自稱為其中兩名男子的家屬 自本分局報案 殘死照片瘋傳 家屬悲痛震驚 趕緊到警局報案 三名死者照片中上訪白衣男 綽號博仔24歲 7月13號去柬埔寨 頭部身體重彈 有炸氣毒品前科 另一名橫載26歲 2月25號救過去 被割喉身體重彈 有殺人未遂恐嚇強盜前科 另一名黑衣男叫阿斌 8月10號才剛過去短短18天 頭部重彈有恐嚇槍炮前科 三人都遭到刑警式槍殺 全部都是幫派分子 三名幫派分子到柬埔寨詐騙 怎麼會被殘忍槍決 各種消息在網路上道上流傳 第一種說法是大陸黑幫 爭搶詐騙地盤 第二是三人內訌相殘 第三是當地警方攻堅 只是手段太殘忍 網路上也有處決跟滅政各種傳聞 同時通報刑事警察局 並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金邊豪華公寓三名台灣幫派分子遭到刑警式強殺 家屬交集辦手續飛去柬埔寨辦理後事 刑事局也將透過各種管道調查凶殺案 真正原因 記者來觀賞王書宏台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